今天我希望講的主題是學生的學習以及老師上的專家的學習 這個是我們今天島上所拍的萬大國小各個教室的照片 大家所看到的照片是幾乎所有教室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裡面看得出來孩子的學習關係非常的棒 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是大概十多年前 那個時候的教室跟現在的教室都還不一樣 所以看到像這樣的教室的產生讓學生的學習為忠心真的非常的感動 第一個讓我感動的是老師們打開了教室大門 那像這樣子打開教室大門打開新門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革命了 另外也不是在做一場表演的一個嗎 而是大家非常非常重視每一天的這個課堂相互之間互相的學習 另外一個讓我感動的就是很多老師們把麥克風放下了 這個也是讓我覺得非常棒的事情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也就是沒有一個人落單沒有一個人排居於學習之外 沒有一個老師落單沒有一個老師是孤單的 校長也是有同伴的 而且沒有一個校長落單沒有 校長也是有同伴的 這個也是非常棒的事情 今天真的是讓人非常快樂的一天 那今天真的是讓人非常快樂的一天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那只是說要提醒老師們的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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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這個這個 這個murder這個部分的話 中間的這一塊不要太大比較好 台灣的孩子有一個特性 台灣的孩子有一個特性 也就是相互互相學習的特性 他們的能力非常的強 一定要相信我們的孩子 台北和中國都是個人主義的 所以很下手 中國的孩子我們也觀察過 中國的孩子個人主義比較強 是用辦法相互學習 所以在中國要做像這樣子協中學習的小組學習的話 他們是非要花時間的 那但是呢 像這樣子的這個murder這個murder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小的 那另外一個我也會講 其實小學要做學習共同體 第一學年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二年級的話 他不是只有給他小組 而是要給他pair的學習 但是pair又必須要整體學習 不能一直給他pair 所以pair跟整體相互的交錯是很重要的 那這幾十年來我去到了三十個國家 去訪問了五百間以上的學校 那在這些學校裡面 他們有個特性 也就是一二年級 第一年級的學生 不會給他四人小組學習 所以一二年級的第一年級的學生 都是pair的學習 兩人的學習 或是整體的討論 你看這個孩子非常認真 好可愛 像這樣子的孩子我最喜歡 學校的這個系統 事實上是十九世紀的產物 所以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世界很多的國家的學校都開始 有通過的狀態 那例子有像這樣子四個最大的狀態 就是知識 基盤 多文化 相關 差異 危機 還有市民的教育 那像這樣子的教育改革呢 課程的改革 是OECD三十四個加盟國裡面 他們共通的課堂改革 那他們沒有講好 但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大家都往這個方向前進 也就是以發展國家 他們的課場 他們的學校 在追求一些什麼 是可以從這邊認得到的 上面是美國 下面是芬蘭 也就是在這些先進國家裡面 他們第一個追求的是 品質和平等的追求 不只有追求職而也追求職 就是我們追求孩子學習的品質和平等 以前的計畫型課堂轉為單元型的課堂 以前我們所學習 是交給這個孩子知識 讓他背起來就好 但是以現在的這個課堂 以前是把他理解 然後把他記起來而已 現在我們不僅要他活用 現在我們不僅要他理解 我們希望他能夠活用到 能夠去面對問題的時候 他有思考能力 有理解能力 有解決的方法 還有解決的能力 我改めて読書 詢問一下 John Dewey 還有Lev Bibotsky 那我也重新看了這個 杜威、Dewey 還有這個維高斯基的理論 還有Brunner 還有Brunner 的理論 布魯納 這三個人很素晴 這三個人理論 事實上是非常棒的理論 因為他們三個講的有一個共通點 所謂學習是什麼 學習不是只有停留在理解和背誦這個知識而已 所謂的學習是什麼 是當我理解了這個知識之後 當他在理解這個知識之後 對於這個知識 他在社會上 他要看他的人生上面所產生的作用 是能夠要去活用的 這是什麼意味的 知識的意味 所以這個也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只教孩子 告訴他說這個是這個 只要告訴他知識的話 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教孩子 怎麼樣去活用他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像這樣子的這個想法 這樣子的理論 這三個人是共通的 所以我們也在追求像這樣子的學習 因此在這個新式的課堂裡面 所謂的傳統的學習方式 已經走入的這個 走入的博物館 已經進到貨物館 所以現在的學習 我們用的是這個活動式的 協動式的學習 那這個就是中心的思想 那另外除了學生學習之外 接下來的新式的學校 我們也希望老師 能夠在學校有所學習和成長 因為學校本來就不是只有學生學習的地方 是老師也能夠成長的地方 還有地方的這個居民 還有家長也能夠參與教育一起成長的地方 那在這個學習和成長的學校 那在這個學習和成長的學校 大概是開始的話 大概是20年前開始展開 那現在在日本的 或者是在全球 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這個普及 那所以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在萬大小學 像這樣子的教育方式 在日本大概有3500所學校 都是像這樣子的教育方式 例如像這間學校 原來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學校 他一年當中 那被學生打破了900片玻璃 幾乎你去到這個學校 看到窗戶是沒玻璃的 那但是一年之後 他在做學習共同體之後 第一個玻璃不再被打破了 那這個是這個民谷屋的學校 再來是這個日本的中部民谷屋的學校 在這個民谷屋的中部地方裡面 是學歷最低最大的問題學校 然後呢他在做學習共同體之後呢 他變成了學歷最高的學校 拿到高度 像這樣子真的是一個奇跡 像這樣子的很多的範例 有很多很多的學校都產生 學習共同體的改革 也進到了亞洲的很多的國家 這個是中國 大概十年之前呢 那這個是 老師到了這個人民大會堂去演講 那也因此呢 這個學習共同體成為 他的國家政策一個很大的方針 過去十年間 我本來一直都是 我本來都是 二冊入了 然後呢 在接下來這個十年以後 十年當中呢 他們的這個暢銷書裡面 絕對前兩名一定是佐藤老師的書 全國的賞 三大獎 他們的這個出版獎 也拿到了三次的出版大獎 這個就是其中的獎之一 中國的同胞 中國的同胞 仲間的同胞 同胞 中國的同胞 這個是拿到這個獎上面寫說 中國的同胞同志 然後現代的杜威 那這個是北京的學校 這是哈爾賓的學校 那他們的這個桌子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桌子已經是四個人的桌子 已經不能分開了 這個下面是上海的 那我從2004年開始呢 成為上海的教育局的顧問 教育顧問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開始呢 學習共同體就成為了這個上海市教育局 一個很大的 變成它的政策 然後接下來 2019年大家也知道 在披薩調查裡面 上海得到了什麼 那事實上為什麼會這樣 也就是在2014年開始之後 這個學習共同體呢 學校得到了很大的成長 這個是韓國 韓國也是大概從10年前開始做學習共同體的感覺 那現在韓國他們教育局長是用選舉的 有17個人 17個人裡面有15個人是推動學習共同體 非常贊同學習共同體的專長 事實上我昨天是從韓國飛過來這裡的 這非常非常棒 去到哪裡呢 都是像這樣子滿場的 老師們非常支持的狀態 這個是台灣 事實上呢 現在呢 台灣雖然發展的慢 但是呢 非常最 現在最熱度最高的是台灣 有非常非常大的這個力量 我們才做這個台灣的概念 這個是 鍵石 對 這個是這個嘉義 嘉義 這個是台北 新北 這個是新北 這個是台北 這個是台北市 這個是 雲南 南投 這個是南投 這個是印尼 這個是印尼 越南 印尼的話從去年開始學習共同體成為它的國家的教育政策 那越南從今年開始成為它國家的教育政策 那越南從今年開始成為它國家的教育政策 像這樣子的學習光景 對 台湾的孩子和別人的學習都很高 那跟台灣的孩子一樣 越南的孩子也非常會互相學習互相照顧 那越南的老師也非常地優秀 那這個越南的老師也非常地優秀 跟台灣的老師一樣地優秀 所以他們的改革也是非常地快 而且改變得非常地快 那這個我們所整理的表格是平常我們所謂的課堂研究的自治三體跟學習共同體的課堂研究 平常的課堂研究 所以 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是效率性的學習 那是我們的目的不同 我們不停的在思考 什麼樣才有辦法讓每一個孩子都進入到學習的狀態 而且讓每一個孩子都成為主動學習的孩子 沒有一個人是學習的客人 另外一個我們所追求的是希望透過課堂研究讓老師能夠成長 以前我們所追求的叫做Effective Teacher 是不停的能夠深思和反思的老師 另外一個我們所追求的是學校是能夠有這個民主的學校 也就是有民主主義的學校 所謂的民主主義不是任何的做法 也不是這個多數學的 而是每一個在學校的每一個人都是主人公 我們希望能夠做像這樣子的學校 我們的焦點也不同 以前所追求的是教材研究 還有教案的研究還有教學技術的提升 但是我們的焦點是在看學生的學習 還有孩子們相互學習的關係 在日本也是一樣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有在做像這樣子的課堂研究 一年大概是一個學校裡面有三次的公開課堂 但是我們所做的是一年的話 這個學校有幾位老師我們就做幾次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學校都做一百次以上 像這樣子的像傳播的標準 這個是日本的高中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學校 事實上右邊跟左邊的照片是兩個不同的學校 這兩個學校有個共同特徵 都是三百個人入學一年後兩百人退學 那這個是我第一天去訪問這個學校的時候 第一天所造的照片 很可怕對不對 但是比較嚴重的事實上是左邊的這個學校 這個是要改變非常困難的學校 右邊還OK 要改變還很快 你可以發現左邊的學校它是完全孩子沒有在思考 也就是沒有任何情緒的表現 右邊還是生氣的 那右邊的學校它趴下來是因為表現它的憤怒 所以三個月之後只要老師看得到孩子的學習的時候 他們就奇怪 左邊的話大概一年以上才會出現轉變 問題最大的就是說 第一個它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情緒 沒有一個人趴下來 沒有一個人做任何的反應 也就是它連做反應的這個力氣都沒有了 為什麼他們完全毫無表情呢 也就是它從踏入學校的第一分鐘開始 它就沒有想要學習 就早就放棄了 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只是把老師寫的東西抄下來而已 這個叫做自動掃描機 老師用紅色他就換紅筆 像這樣子的孩子他是沒有學習 像這樣子的孩子是不會學壞的 只要把老師黑白上寫的東西寫下來 像這樣子的孩子大概是小學四年級開始出現 而且是從女生開始出現 到了國中之後男生也開始出現 每一個人都沒有在學習 像我們教育的話 不要做出像這樣子 不要培育出像這樣子的孩子 但是你可以發現三張照片 有一個很大的溝通點 是什麼溝通點呢 沒有連結 沒有任何的聯繫 每一個人都很孤單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朋友 沒有任何的串聯 大家可以看到 越是在學校嘗試失敗的孩子 每一個人都是孤單的 這個是韓國的學校 很可怕 你如果去到了首爾的國中的話 你幾乎看到每一個班級都是像這樣子 只有一個人在上學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韓國的老師才開始轉變 沒有一個人在學習了 他們在小學的時候再怎麼樣 非常努力的學習到中學 每一個孩子都變成像這樣子 那學習充滿不了任何興趣 這個是東京的國中 這個是東京的國中 一樣的狀態 所以我才一直告訴老師說 傳統的上課方式的話 已經沒有辦法吸引學生的學習了 因為你會去買五十年前做的車子嗎 你會去用五十年前所製造的洗衣機嗎 現代的孩子需要現代的學校 現代的老師需要現代的學校 現代的老師需要現代的學校 所以我們在學習共同體當中 對於學習重新的定義 也就是學習是一個旅程 是從已知世界前往未知世界的旅程 所以學習是一個旅程的 從已知世界前往未知世界的旅程 所以我們常說學習是相遇與對話的 新的世界相遇與新的同伴相遇 新的同伴相遇 新的自分相遇 然後再與新的自己相遇 像這樣子的對話呢 這個就是學習 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小組學習小組討論 但是小組討論大家試想一下 這些小組討論的學習真的扯出力了嗎 日本和美國呢 都有做很多很多的小組討論 但是所有的小組討論都流於 只在講已知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只講已知的東西的話 它是有學習的嗎 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所謂像這個小組的分享 是在分享它已經知道的東西 所以大家所講的都是已經了解的東西 也就是只有在交流自己的意見而已 所以我們才講說互相的分享並不是小組 我們希望在小組裡面大家是有新的想法 激盪出新的火花 所以不是要交流已知的東西 而是不停的去問對方你在想什麼 不停的去找回事的東西 這個是小組裡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常常強調不要讓他們流於分享 而是希望能夠相互的真的有所思考和學習 在小組裡面不是對於已知世界的分享 而是去探究未知的懂得未知的世界 探究之後就是學習 那所以當我們在做小組學習的時候 真的孩子進入到這個探究的時候 他的學習才成立 那在這樣子探究的學習產生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會落難 因為一個人的學習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特別孩子是這樣子 一個人的話是沒有辦法探究學習的 我們有時候會在這個班上講說 來小組討論之前你先自己想一下 想五分鐘 但是你可以發現會的孩子 十秒之後他就趴下來 他就會了 那不會的孩子怎麼辦呢 停在那裡不動 他從第一秒就已經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一個人想然後突然想到了 欸什麼會的東西的話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孩子如果一個人的話 他的學習是不會成立的 所以我們不讓孩子落單就是像這樣 我們不停地要有對話的 那這個是我幾十年來所指導的 什麼多的學校裡面最困難的學校 問題在哪裡 這個學校有百分之九十的學生 是政府認定的貧困兒 日本的這個國家是非常冷嘛 大家知道 這世界上孩子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 在冬天是沒有棉被可以蓋的 所以到了這個冬天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很冷 每一個人都很高 所以這個學校的學習共同體 是從校長開始去蒐集棉被開始的 然後呢 好不容易棉被都蒐集完之後 夏天倒了 然後大家又不來學校了 那為什麼呢 他們全部都拉肚子 為什麼因為家裡沒有冷 沒有那個冰箱 然後後來校長又從這個蒐集冰箱又開始 這個是第一年的努力 第二年開始 他們全部都回來了學校之後 學習的關係開始 也就是所有的學生 全部都進來學校了 百分之九十是像這樣子貧窮的學生 裡面還有百分之三十是特教學生 所以他們也沒有任何的特教班了 全部都啊 學生全部打散在不同班裡面 那更慘的是什麼呢 還有百分之三十的學生呢 是不會講日文的外國的移民 而且是從十五個國家來的耶 而且是從十五個國家來的耶 所以這個學校裡面三個人 有一個人不會講日文 那但是他們開始用這樣子的小組的學習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Jump的學習 四年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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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學歷得到很大的提升 一百分滿分呢 他們每一個教科的平均成績都多了四十 那他這個在大阪的學校呢 那當然他的這個學校的學歷成績 也成為大阪最高標的成績 那這個是從中國的移民才剛來的耶 那這個是日本的孩子 因為是一年級所以是配兒學習 一年一天當中的兩個都是這兩個在配兒學習 兩個都在做配兒學習 那一個講中文一個講日文怎麼樣溝通呢 那大家很驚訝的是 用手來學習用手來對話 所以他們要這個 用手在對話的這個狀態 非常非常棒 孩子是非常棒的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他們兩個語言不通應該是不懂吧 沒有辦法相互透通吧 但是他們是有辦法相互用這個學習的 像這樣子的守護著他的學習 他沒有教他答案喔 但是他不停的陪著他做到最後 我看了十分鐘這個配兒 然後這個男生終於寫好 這女生好高興喔 那這個好高興的這女生大笑的這個照片呢 事實上我們也有找到 但是我實在是 實在是太 有點讓人家很難過 所以沒有把它拿出來 貧しいから 牠一本不長 為什麼呢 這個孩子一笑呢 一看 這個男生沒有任何的 女生沒有任何的牙齒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太貧困了 所以沒有辦法管到這個孩子的成長 像這樣子這麼貧困的孩子 他可以這麼柔軟的去照顧到他的同學 甚至被照顧 能夠守護的孩子的學習 只有我們的孩子 因為我們老師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的責任在於什麼 我們是要能夠構築孩子和孩子相互之間 關照和學習的關係 所以我們講說學習共同體最大的這個中心關鍵也就是相互聆聽的關係 我最愛學的美國教師 是校長的長者 Deveron Meyer 這個Deveron Meyer 是這個 佐藤學老師最大的一個 一個美國的老師 老師非常大的啟動者 他在這個紐約的哈林區 在最困難的地區 做了一個學校 然後呢 這個學校改變了很多東西 也就是在這樣子的學校的啟發之下 佐藤老師才開始做這個學習共同體的啟發 那這個Meyer老師他常常講說 很多人都覺得教書就是說 但是教其實最多是聽 所謂的教就是聽 或是講 像這樣子我必須要做出一個改變 這個是日本的教師 非常非常會聽 連同老師都在非常仔細的聽 這個是五年級的學生 那這個是二年級的學生 這個孩子在講話 每一個人都在聽 老師也非常認真的聽 老師只要一聽 每一個人都會聽 像這個 哇真的非常的棒 這個是我家三個月之前 去到越南訪問的時候 我們所招的照片 残念的就是 這個小學校的機器 是固定在那邊 但是一個就是 非常可惜的就是說 這個桌子 這個學校的桌子椅子 是定在那邊 沒辦法移動的 所以只好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明年的話 會把這個桌子 全部把這個釘子拿掉 讓他們成為這個夢之神 對每一個 但是即使是像這樣子的桌椅 他們都非常的仔細在練 這是一年級的學生 非常的棒 能夠形成像這樣子 成熟的聆聽的關係之後 大家就可以開始相互學習 相互教育 那第一個相互聆聽的關係 準備了什麼 第一個他準備了對話 另外一個相互的聆聽 也就是看到對方這件事情 也準備了相互關照的關係 我們如果只讓他在小組 相互發表的話 這不會有這個關照的關係 另外一個 透過像這樣子的聆聽的話 能夠準備這個民主主義 所謂民主主義 不是講我要講 而是能夠去聽 對方想去聆聽 那這個是杜威的民主主義 對於民主主義的哲學 為什麼呢 透過聆聽 也就是看到了對方的存在 每一個人才能夠真正成為主人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學習共同體的關係 也就是關照共同體 care的共同體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孩子 旁邊的 譬如說旁邊的同學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沒有寫的時候 完全沒有關係 當作不是自己的事 這個真的是非常冷淡 我們不希望 我們不希望我們所教出來的孩子 是這樣的孩子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的孩子 能夠主動去問說 你哪邊不會啊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所做的教師 是 每一個不會的孩子 不是坐在那裡 就放棄學習 而是能夠主動去學問 也就是這裡怎麼做 這裡怎麼做 他能夠有這個膽子去問 那這個是韓國 中國 台灣 很可愛的孩子 像這樣子的越南的孩子 非常可愛 像這樣子的學習關係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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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學習共同體的這個課堂裡面呢 是組成於兩種學習在一堂課裡面 所以接下來新式課堂的老師呢 我們必須要去 能夠自己去製作所謂的學習課程 教科書 怎麼教得到的 練習計劃 不是只要 我們所思考的不是說 這一本教科書 這一本課本我怎麼教 而是在這一本的課本裡面 學生要怎麼樣才學得會 怎麼樣才能夠運用 學生要學習過 你可以選擇 看到 Forsyap 這樣子的這個目標之下 我們把各擋一下